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震撼好莱坞和政界的事件 乔治 克鲁尼如何在一场为总统拜登连任募款的活动上失去了对他的支持 曾经坚定支持拜登的克鲁尼在一篇引起轰动的专栏文章中 呼吁拜登退出总统竞选 这一举动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拜登在那场活动上的表现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 尤其是在与喜剧演员吉米 金梅尔和前总统奥巴马的对话中 这个夜晚本应成为2024年竞选周期的亮点 却成为了拜登支持者分裂的开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特别节目的深入探索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度探讨一篇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 标题是拜登总统在好莱坞失去乔治 克鲁尼支持的夜晚 文章由Eric Schwartzell和Sarah Krauss撰写 更新于2024年7月11日上午10点05分 在不到四周前 乔治·克鲁尼还站在洛杉矶市中心的舞台上 告诉台下观众拜登总统才是真正的明星 然而 在上周三 他却呼吁更换主演 在一篇迅速传遍娱乐圈和政界的专栏文章中 克鲁尼呼吁拜登放弃竞选总统的提名 打破了Alist明星们的沉默 加入了一些国会议员和知名捐赠者的行列 他们认为拜登应当让位 克鲁尼的言论重新塑造了几周前 他与其他好莱坞明星们共同举办的大型募款活动的记忆 原本这次活动应该是2024年竞选周期的一个亮点 彼时 拜登与前总统奥巴马一起登上舞台 与喜剧演员吉米·基梅尔进行了对话 那是一个把民主党政治与好莱坞明星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夜晚 克鲁尼的联合主持人 是他经常合作的明星朱利亚·罗伯茨 巴巴拉使翠山嘲讽了唐纳德·特朗普 杰克·布莱克穿着一条是有星条旗图案的背带裤登上了舞台 当拜登总统一上台时 得到了全场起力鼓掌 但对于一些观众来说 当他开始回答问题时 气氛发生了变化 一些观众觉得拜登在回答问题时显得有些挣扎 或者难以跟上对话的节奏 这成为几周后美国公众在与前总统特朗普的辩论中所见的预兆 拜登竞选团队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出席活动的记者们在当时的报道中并没有这样描述总统的表现 克鲁尼在上周三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知名民主党人的行列 他们在很久之前就对拜登有时表现出的虚弱状态表示担忧 这一情况在辩论中才被公众所知 很遗憾地说 三周前在募款活动上的拜登总统已经不是2010年 那个拜登了 甚至不是2020年的拜登了 他写道 据知情人士透露 竞选官员试图干预 阻止这篇文章的发表 与此同时 好莱坞的其他人仍在继续支持拜登 前HBO高管 前美国驻西班牙大使詹姆斯 科斯托斯在社交媒体上重申了他对拜登 哈里斯竞选团队的支持 多年来 克鲁尼一直是娱乐圈最突出的民主党人之一 现在 他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捐赠者行列 呼吁总统在有时间让新候选人接过提名的情况下放弃竞选 他们认为这是击败特朗普的最佳途径 克鲁尼的洛杉矶活动上个月为竞选活动筹集了超过3000万美元 克鲁尼在文章中写道 与拜登在活动上的相处是他支持态度的转折点 他不能战胜的唯一战斗就是与时间的斗争 克鲁尼在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中写道 谈到81岁的拜登 当基梅尔在洛杉矶的孔雀剧院开玩笑 说他给儿子比利送了一只总统的狗的毛绒玩具 结果他咬掉了比利的脚趾 拜登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 但奥巴马接话引用了他的全民医保法案 打趣道幸好他有医保 在活动中拍摄的一段视频中 拜登在回答一些问题时显得有些犹豫 总体而言谈话进行得很流畅 但对一些在场的人来说 刚从欧洲参加完七国集团峰会回来的拜登 似乎很难跟上基梅尔的快速对话节奏 奥巴马似乎在拜登的回答中 拾起了遗漏的线索填补了空白 一位坐在舞台附近的观众说 到了晚上结束时他清楚地看到总统不如以前那样敏锐 南加州拜登胜利基金的联合主席金伯利 埃莫森表示 当他在拍照机会中与总统交谈时 他显得非常清醒和友好 他和其他观众知道拜登刚从欧洲回来 可能因为飞行时差和领导自由世界和权力竞选的 双重艰难日程而感到疲惫 在事后回过头来挑剔总统的表现是不合情理的 当时他在我们看来是没问题的 埃莫森谈到克鲁尼的文章时说 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挑剔 这种自我毁灭 无论他决定做什么 我都支持他 拜登与奥巴马和基梅尔交谈了超过半小时 重申了他在经济处理和新总统 可能任命两位最高法院法官的竞选要点 谈话时不时被欢呼和掌声打断 总统逗留了超过三个小时 而克鲁尼迅速拍了照片 就离开了一位出席活动的竞选助手 后来表示 自辩论灾难以来 其他好莱坞人士 如导演罗伯·莱纳和超级经纪人阿里·伊曼纽尔 也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直接呼吁他下台 但对他的年龄表示了担忧 演员迈克尔·道格拉斯 在周三的观点节目中说 克鲁尼的观点是有效的 并表示民主党拥有一只新人才的强大阵容 我不担心今天或明天 但我担心一年之后 道格拉斯说 尽管拜登在公众视野中已经数十年 但总统与好莱坞捐赠者群体相比 其他民主党提名人 如奥巴马或希拉里·克林顿 并没有那么熟悉 拜登今年在洛杉矶地区 主持了超过六次募款活动 拜登与克鲁尼的关系 可以追溯很多年 2022年底 拜登祝贺克鲁尼 获得了肯尼迪中心荣誉 这是艺术领域的最高奖项之一 他坚定不移 毫不畏惧 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品格 总统谈到演员的电影工作 和幕后的人道主义努力时说道 这就是乔治·克鲁尼 文章的最后 批评克鲁尼的人还私下指出 他的妻子阿玛尔·克鲁尼 曾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对以色列领导人 在加沙冲突中的角色 提出逮捕令的专家小组中 他的立场与总统的观点相左 拜登称该法院的逮捕 令申请是离谱的 到目前为止 克鲁尼的批评 已经在娱乐圈和政界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我们不难看出 这篇文章揭示了拜登总统 在竞选连任过程中 面临的复杂挑战 首先是年龄和健康问题 这在美国总统选举中 总是一个敏感话题 克鲁尼的公开 呼吁再次引发了公众 对拜登能否在未来几年内 继续有效治理国家的质疑 其次 这篇文章还揭示了好莱坞 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 极其影响力 好莱坞的明星们 不仅是公众人物 他们的支持或反对 能够迅速改变舆论 甚至影响政治进程 克鲁尼作为 好莱坞最知名的 民主党支持者之一 他的转变对拜登的竞选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打击 另外 文章也指出了 内部矛盾和分歧 即使是在民主党内部 对于拜登是否应该继续竞选总统 也存在不同的声音 虽然一些人仍然坚定地支持他 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质疑 认为应该换一个更年轻 更有活力的候选人 不过 拜登团队并没有坐以待毙 他们强调了总统在繁忙的日程 和国际事务中的付出 试图为他的表现找借口 并继续争取好莱坞 和其他重要捐赠者的支持 在未来的几个月中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一动态 看看拜登能否克服这些挑战 重新赢得支持者的信任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关于这一重要选举周期的新闻和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laugh or cry aside noses flying high from city lights to countryside we're connected after all i laugh or cry aside noses flying high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you'll never fall from the bus six degree world where the news comes in a world every story ties together like a ribbon in its world nkward moment ay g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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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